近日 大陸重慶市和福建省 披露高考需政審的消息引起熱議 一些媒體誤認為這是中共的新政策 但事實並非如此 下面帶您深入瞭解 中共用政審控制民眾的做法 從1949年至今從未改變 如果按具體做法不同 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文革前 高考政審要審查祖上三代的政治情況 第二階段是文革後至1990年代 側重審查高考生本人 前兩個階段 正審事實存在 但很少有公開的官方文件記錄 第三階段是1999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 中共教育部從2000年開始 首次在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通知中 公開要求對高考生進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並名文列出 參加過所謂邪教組織的高考生 算作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 不准高校錄取 至今18年相關條款一直存在 教育部的招生通知 並未明文針對法輪功 但彭永峰認為 中共可能用其他秘密文件配合 在教育機構推行迫害法輪功政策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2002年消息 湖南省齊東縣高三全縣同考時 曾出題詢問考生對法輪功的態度 一名高三學生回答 鎮壓法輪功太殘忍了 就被剝奪應屆高考的權利 另據明慧網2003年消息 哈爾濱教育局一名官員也宣稱 不讓法輪功學員參加高考 不只是針對信仰團體 中共教育部招生工作通知中還規定 考生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 也被視為政審不合格 而在中共治下 很多訪民被冠以這一罪名 專家批評高考政審 違背了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受教育權 大陸網民日前也撰文批評 政審是把公民該有的受教育權 當作獎賞與籌碼 來控制學生腦子裡想什麼 另據明慧網報導 很多教育機構的從業者 並不認可中共的政審政策 因此在填報相關資料時 會主動將槍口抬高一厘米 新唐人記者林瀾 紐約報導 身中 按照 禁止 Angel 打 打